立法院外反复冒的抗议现场最新消息来关心 就在今天凌晨又出现了 标载前来叫嚣 甚至还有人两度在抗议现场周边放起烟火 其中有三名嫌犯立刻遭到逮捕 骑士拿来 骑士拿来 出去了 骑士拿来 骑脚机车闯入管制去 21号凌晨又有一群骑车少年进入了立法院场位 结果引发小冲突 那个后面的民众没有事可以先回去 看我这三步 三步其他两步 各路人马现在几乎都往立法院抗议现场集结 不但有飙车少年到立法院场外绕场 凌晨在青岛东路中山南路口 以及济南路中山南路口 还有人刻意来放烟火 遭到警方逮捕 前副总统吕秀林也到现场为反复冒抗议学生加油打气 整个抗议行动已经持续有50多个小时了 虽然现场呢不断有人发放暖暖包 雨衣热浆茶 但是还是有抗议民众体力不济 紧急送医